香港年底首次舉行東亞運動會 下午在尖沙咀、維港和灣仔接力傳遞火具 最後由風之後李麗珊在金智京廣場點起火盆 東亞運動會還有不足100天揭幕 火具下午在九龍公園露天廣場燃點起來 由行政長官征任權燃起火盆 火具是象徵崇高的體育精神 火具接力將會堅毅不屈的信念傳遞出去 我希望全港的市民可以秉持這種精神 為辦好這一次的東亞運而努力 第一棒火具手是本港金牌希望單車手黃金寶 火具手平均跑一分鐘 在尖沙咀一邊的火具手途經九龍公園 彌敦道、梭士巴黎道和聲光大道 參與接力跑的65個火具手 大部分是運動員 包括08奧運體操金牌得主 國家隊的李小鵬 因為是第一次香港舉辦這樣的一個運動會 也是很高興能夠今天參與到這個傳遞火具的這樣一個活動 應該說非常的激動吧 其餘火具手來自各界包括歌手和義工 火具在尖沙咀碼頭轉到天后號 火具手站在船頭高舉火具 消防船緊隨其後 要換後備火具 經過大約一個半小時 最後一棒火具手 香港奧運第一金李麗珊 將火具送到灣仔金字經廣場 再點起火盆 火種之後 由火盆轉移到火種燈 火盆熄滅 東亞運火具會繼續在9至11月期間 在全港18區學校傳遞 等年輕一代親身體驗東亞運精神 無線電視記者羅若安報導 警方說有9500人沿途看火具接力 有市民認為氣氛不及零八奧運的火具接力 有部分人亦不斷認識東亞運動會 在尖沙咀不少市民戴著相機 霸有利為止 希望一賭火具手的風采 來了來了來了 也有遊客拿著國旗驅旗為火具手打氣 不過有市民覺得 氣氛比去年奧運火具傳送信息 不要起伏 一下子人走過 那些人就閃了 大家別人喜歡看明星 尤其是港澳台的明星 多過運動員多一點 有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碰行碰過 有人不管什麼事都來湊一下熱鬧 不過在學業天氣底下 仍然有一幫市民 專程來支持火具傳遞 很開心 很興奮 為什麼他們還沒跑到來 跑得這麼慢 你們這麼久 來了來了來了 灣仔港灣道 不少圍觀的市民 都選擇不太曬的位置 而烈日當空的站位只剩幾個人 市民夾道歡迎 不過他們又知不知歡迎什麼呢 不知道一會兒這裡會有什麼經過 有份協辦東亞運攝影比賽的香港攝影學會 就到灣仔拍下歷史時刻 我們想捕捉他膠棒的時候 大家這種歡欣的氣氛 也拍到他們一種興奮的情緒 那種很自然的表情 警方說 尖沙咀和灣仔合共有9500人 看火具傳遞 無線電視機窄一站私庭報導